Hello 大家 这里是胖鸭 那么我们今天是刚刚睡醒了 然后洗澡澡准备去打今天的section了 我们昨天的第一个打了一共是四个section 然后最后从Blajo回到area凌晨的话 我们就去玩一会儿这个25 但是没有什么牌啊 我们也没录像 最后是输了400块 那总体来说呢 昨天一天打了四个section 一共是水上的应该是3800左右 还算不错啊 那么我们这个1万的小目标 我觉得应该还有希望吧 因为我们还有两天吧 今天跟明天 而且今天是周五 明天是周六 所以说可能感觉action啊 或者说这个娱乐玩家是更多一点 那我们话不多说了 赶紧啊 新出发 我们要去Blajo 今天去Blajo好好去打一天的五十 看看能不能水上很多 那么我们坐下呢 是买了顶板的1500块钱 这张桌子呢 是新开的桌子 我们是第一把 我们抽了一个大忙的位置 那么所有人的气牌 气牌到了这个cut up的一位阿姨啊 选择了一个open 30块钱 一只气牌 气牌到了我们 我们啊 在大忙外看牌 有一首非常漂亮的AK草花 那自然呢 我们要做一个三拜了 我们想想之后呢 做这个三拜 140块钱 行动啊 就到了阿姨 阿姨想了想之后说呢 哦 没关系 我all in 推了 第一把牌就直接推了 那我们这边AK我觉得 直接肯定会接嘛 因为阿姨也没有多少后手 她只是买了1000块 所以说呢 我们就选了那个跟注阿姨 我跟阿姨说发几次都可以啊 无所谓的 她说呢 就发一次 我说没问题 那就发了 我们来看跑马 第一把我们的跑马 翻牌一个十汉的面 转牌一张方便五 合牌一张草花二 我们是没有击中啊 那那边阿姨呢 手出了一个圈圈 我们上来啊 就损失了1000块钱的跑马 这个上来第一把 直接给阿姨一个double up 也没什么关系吧 我觉得AK苏蒂100个BB 只有一千五块钱的话 肯定是要跑的呀 那也没有办法了 没关系啊 我们今天开始爬水之路 那让我们继续啊 来到下一手牌 这把牌的使用性能是这样的 枪口气牌之后呢 枪口加一 选择了open 40块钱 我们在枪口加二呢 看到了一手全K黑桃 一手不错的牌啊 而且呢 我们水下急于回水 那当然要做一些操作了 所以说呢 我们直接做出了一个300 到了160块钱 那我们做出来之后呢 所有人呢 是弃牌 其实弃到了这个枪口加一玩家 枪口加一玩家呢 想一想之后啊 是选择了一个跟注补齐 所以我们跟枪口加一两个人呢 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我们还有一个位置的一个优势 不错不错了 翻牌高二四 两张草花 我们这个牌呢 是只有一个两高张 加上一些后门花顺的一些情况 不顺特别强的一个牌力 但是呢 我们起码有个位置的优势啊 这个时候呢 枪口加一 习惯性的选择了一个过牌 那我们想想 也选择一个checkback 希望啊 这个转牌能帮助到我们 那转牌呢 非常的帅啊 一张方片圈 我们中了一个顶对大提角 这个时候呢 枪口加一 继续选择过牌 形容到了我们 那我们那边想想 估计啊 他枪口加一的牌力 说不定是一个被勾盖帽子一个对子啊 比如说七七八八九九这种牌 希望能摊牌 那我们这边想想 我们直接打一个他这个不相信 我们直接极化我们的牌力 下注一个四百块钱 出圈 我们就打超池 赌他一个不相信 希望他拿这种牌来支付我们 同理呢 有一些这个两头听顺啊 或者说买花的人啊 有可能也会支付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下注了四百 那这边枪口加一的后来还是选择一个七牌 我们也是不错啊 收下一个小彩池 回了一点点水啊 还要继续爬坡呢 那让我们继续 来到下一手牌 枪口选择了一个link 10块钱 一直弃牌 弃牌到的button玩家 选择了一个open 40块钱 那我们在小王位看看呢 又是一手AK 这是AK杂色啊 那我们自然呢 还是要做一个这个同样的一个300啊 虽然说呢 我们水下 但是该做的操作我们还是要做的 我们同样是选择了一个300 到了140块钱 大芒跟枪口选择了七牌之后呢 button选择了一个补齐 所以呢 我们跟button两个人呢 去一个单挑 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 3A7 两张红桃 哎嘿 这一次呢 我们已经不错啊 我们中了一个顶盾 那么呢 这个牌面毕竟是有一个抽花跟一个抽顺的情况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没有必要慢打 还是要选择一个seabat的 那我们想想呢 我们仅仅在一个300的底池呢 seabat的一个120块钱 即使一个三分之一多一点点的下注啊 那希望它是能跟住一下的 那行动到的button玩家 button玩家想了想之后呢 还是选择了一个气牌啊 但没有击中呢 确实没有办法 哎 也没有关系呢 我们多收几个300底池 哎 这个水啊 说不定就爬过来了 加油加油 那让我们继续 来到下一手牌 枪口选择了另一个十块钱 行动一只气牌 气牌道的小猫玩家 选择了一个open 30块钱 我们在大猫位呢 看到了一手我们最爱的这个k4啊 那虽然是杂色 但是我们来了就需要玩 我们选择了一个补齐 然后呢 枪口也选择了一个补齐 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7-4-2 哎 我们这边可是中了一个中队大踢脚啊 那这由前位选择了一个过牌 我们也选择了一个过牌 那后面呢 枪口呢 也选择了一个checkback 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一个转牌 转牌一张草花石 这个时候呢 小猫玩家选择下注个60 那我们自然呢 这边还是要选择跟注的 我们这边啊 还有很多的outs啊 我们有两张4跟三张k可以抽啊 所以呢 我们选择了一个跟注 那么行动到了枪口玩家 枪口玩家这边直接选择了一个race啊 这边race到一个230块钱 哎 非常的难受啊 对啊 这个难受难受 我们让我们多看一张牌不好吗 对吧 我们k4想看似五张牌的呀 那这边呢 没有办法啊 这边小猫玩家弃牌之后呢 我们这边啊 也是选择了一个无奈的弃牌 买不动 买不动 这边被race就非常难受了呀 哎 买到也不知道自己大小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嘿嘿 遗憾遗憾 遗憾离场 那么那手牌结束之后呢 我们也是从massmute table被迫换到的这个min table 那让我们来到这手牌吧 前面的人呢 是一直弃牌啊 弃牌到我们 那么我们在这个hijack位置看牌 有一手k4杂色 选择了一个open 30块钱 那么后面一只弃牌呢 弃牌到了这个小猫玩家 小猫玩家是直接对我们进行一个sandbyte 它sandbyte到了一个140 大猫弃牌之后呢 行到了我们 那我们觉得呢 我们这边有位置啊 还是可以抵抗一下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了一个跟注 两个人呢 去看一个翻牌 值得一提的是呢 对面知道我们是youtuber之后呢 他也拿出了他的小相机 哎 开始直播这手牌了 他好像是说他是一个这个旅行者 他是游走着这个世界各地 每个地方都玩玩转转 然后来vigas呢 碰巧就来大打牌了 那让我们来到看一个翻牌 翻牌9圈2彩虹面 我们这边呢 这个gokey杂色呢 有一个卡10这个顺的听牌啊 那么行动从小猫卫开始 小猫卫仅仅在一个接近300的底尺颗下注了一个90块钱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注码 还不到三分之一啊 那么行动到了我们 我们这边如果选择一个紧紧的跟注啊 如果说套上不出十 哪怕他在这个套上下注一个150或者200 我们都很难继续跟注啊 是非常难受啊 那我们想了想还不如在这里 直接把这个主动拳拉到我们这边 哎 我们也有位置嘛 所以说呢 我们想了想之后 直接面对他这一个小下注 进行了一个在此一个race啊 我们race到了一个260块钱 一个比较大尺度的一个race 对面选了一个秒器啊 我觉得这边我们打开是不错的 如果说我们这边紧紧跟注的话 套上很难继续去买我们的十 还不如说这边呢 做一个race 然后我们有位置 把这个主动拳抢过来 哎 套上呢 如果说没有出 我们也可以去呢check back 连续看两张牌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以后来这样操作一下 那让我们继续啊 来到下一首牌 中文玩家选择了一个open 30块钱 形容一直弃牌 弃牌到我们在cut off看到的一首圈圈啊 那自然呢 我们还是要做出来一个三bat吧 我们想一想之后呢 还是三bat到了一个140块钱 后面的人是一直弃牌 弃牌弃回到了中文玩家 中文玩家呢 选择了一个补给跟注 所以我们两个人来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 A圈4 两张草花 那么运气不错啊 我们中文了一个set 这时候呢 中文玩家选择了一个常规过牌 形容到了我们 那我们这边呢 还是要下注的 因为毕竟这个牌面是有点湿润的呀 所以说呢 我们在一个三百的底池里呢 下注了一个三分之一多一点点的 还是一个常规下注 120块钱 那么形容到了中文玩家 中文玩家想想之后啊 还是选择了一个寒注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两个人去看一个转牌 希望这个转牌干净一点 我们能够多拿一点价值 那么转牌呢 是一张比较干净的牌啊 红桃二 只有一手三五卡顺道啊 所以说呢 我们基本不把这手牌放在眼里啊 因为毕竟是一个三半的底池嘛 这边呢 中文玩家继续选择了一个过牌 形容到了我们 那我们这边想想了之后呢 还是要去拿一些价值的 去打他的那些买花啊 买顺啊 或者说那个重A大踢脚的一些牌 因为其他的牌 比如说石石勾勾这种牌 被盖了两个帽子的牌 我们下注多少他都不会支付的 那我们下大注呢 就是去盯死那些 比如说买花买顺 哎呀 觉得赔率不够 但还是想去买 或者说呢这个A大踢脚 觉得我们在买花买顺 这种牌来支付我们 所以说呢 我们想想之后呢 在一个535的底池里呢 下注的一个比较大尺度的一个下注吧 440块钱 那么形容去到了中文玩家 中文家是陷入了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情况啊 但是呢 最后最后想了蛮久的 还是选择了一个气牌 那我们觉得他应该啊 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牌啊 估计可能是被盖了两个帽子 一个对子 那没关系啊 我们收下了一个不错的材质 也是比较开心的 那让我们继续来到下一手牌 行动一直气牌 气牌到了我们 我们在卡道次看牌呢 有一手A高草花 我们选择了一个open 30块钱 8寸气牌之后呢 小盲选择了跟注 行动到了这个大盲位的这个旅行者啊 旅行者选择了做出一个三败 到了一个150块钱 这个三败呢还打得挺漂亮的啊 因为你三败的小了的话呢 起不到这种隔离的效果 所以说我觉得人家虽然说是旅行者啊 但是打牌打的还是可以的呀 那我们这边呢 选择了一个紧紧的跟注 因为我们有位置嘛 我们跟注之后呢 这个小盲气牌 所以呢我们跟这个旅行者 举行一个单挑 两个人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 五勾圈 两张黑桃 我们中了一个中队大踢脚啊 这个时候呢 行动从小盲玩家开始 小盲玩家呢 在一个330几时 下注的一个110块钱 标准的一个三分之一下注 那行动到了我们 我们这边中了一个这个A勾嘛 所以说呢 还是要选择一箱防守的 我们选择一个跟注 两个人呢 去看一个转牌 转牌一张方片二 这时候的牌面变得更加湿润了 一个双抽花的一个牌面 但我没想到的是呢 这个小盲是在前面选择这个过牌 行动到了我们 我们这边一开始是想 我们这边要打出来啊 因为我觉得它这边 如果说这个顶队 或者说一个超队的话 要保护自己的牌嘛 因为这个双抽花的牌面 比较危险 它没有打 说明它没有 我们想来去拿这个A勾 去一个半炸火的下注 但是我一想 这个牌面这么湿润 万一它是一个买牌 它这个盒牌买到了的话 跟注 然后River我们就输好多 如果说River出一个干净牌 它前面偷出来 我们秒高度比较好 所以说呢 我们想想 还是选择在后卫 也写这个try back 两个人去看一个盒牌 那么盒牌呢 是出了一张草花石 这个时候 然后小木玩家的下注 这两百块钱 在一个五百五的底池 一个不到半尺的下注 那行动到了我们 我们这边突然就难受住了 因为我们本来的计划 是在合牌 就是只要是前门花没有到 或者说这个黑桃和方片 都没有到的话 我们就轻松跟注 但是那张石的出现 是让一个这种AK 是变成了一个顺子 而且比我们小鸡脚的 这个勾石也是到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一下把自己难受住了 我们这边就觉得非常遗憾 就觉得说 这个try上我们为什么不打呢 前面已经拆给我了 然后那个复杂的牌面 我们这边下注了两百多 然后呢 它跟注我们俩去看合牌 如果它不dunk我们 我们就是easy的去check down 然后就可以售牌了 这边下注了两百块 但我们难受在这里了 我们这边觉得 好像没什么赢牌了 我们好像只赢一些A10 或者说赢一些什么go k 但我觉得也未必会下注了 这张手牌 在这边下注的话 是非常的非常的 我觉得 我就不想支付嘛 感觉自己这手牌 打得非常的臭啊 就是一直在想 自己在这个try上 为什么不打 最后呢 我们选择了一个气牌 也是比较难受啊 这牌真的是自己没有打好 那让我们继续 来到下一手牌 箱口选择了一个open 30块钱 枪口加1 选择了一个跟注 一直气牌到我们 我们在button位 看到的一手kk 那非常好啊 既然一打一call的情况 那我们这边当然要做一个三bike 隔离一下玩家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要三bike大一点 我们三bike到一个160块钱 那这边呢 小王大忙 选择一个气牌之后呢 这个枪口啊 是一个秒气 那么形容了枪架加1 枪架加1呢 想了想很久啊 最后呢 还是也选择了一个气牌 嗯 就是我们每次拿着大牌的时候呢 都没有被人支付啊 所以说今天确实可能也是 软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啊 那让我们继续啊 这把牌呢 我在枪口位做了一个struddle 20块钱 那么枪口加1呢 选择了一个平跟 然后一直气牌到cut off cut off也选择了一个跟注 小王气牌之后呢 大忙也选择补齐 那么我们在抓位 看到的一手实实啊 那当然了 这个实实肯定要做一个 大尺度的一个隔离了 不然的话呢 很容易说啊 只要被一家跟注 就会一个大班长带队 所以说呢 我们不想跟他们打这个翻后啊 争取就在翻前搞定 所以说我们直接在抓位 拉到了180块钱 那这边呢 这个排率非常的不好啊 一个是9倍的一个race啊 那么这边呢 枪口加1气牌 然后cut off也气牌 然后大忙也气牌 所有人都气牌 那我们这很爽啊 虽然说没有拿很多的钱 但是我们真的是不想拿 史实跟四个人去打翻后啊 那让我们继续吧 来到下一手牌 这把牌的行动线呢 是这样的 我们在枪口位看牌呢 有一手非常漂亮的90方片啊 那我们当然选择这个open 30块钱 行动一直气牌啊 气牌 气牌到了cut off玩家 cut off玩家呢 直接对我们进行了一个3by 3by到了一个90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3by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这个所有人的气牌 气牌气回到了我们 那我们觉得呢 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位置优势啊 选择一个平跟 去看看这个翻牌也挺好的 所以说呢 我们仅仅选择了一个跟注 两个人呢 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 K78 两张黑桃 我们90呢 有个了唐瑶抽顺 加上一个抽门花的听牌 还算一个不错的翻牌吧 我们的前面呢 选择一个过牌 行动了cut off cut off呢 仅仅c1by的一个50块钱啊 有一个四分之一的一个下注 非常的小啊 那我们这边呢 还是想去买一买的 虽然说呢 这个画面不买顺啊 但是我觉得扛一枪还是OK的啊 我们呢 选择了一个跟注 两个人呢 去看一个转牌 那么转牌呢 一张草花7 这时候呢 工队也出现了 我们在前面继续选择过牌 那这边啊 行动到cut off cut off想想之后啊 直接在一个300的地址呢 下注一个超池 400块钱 那这边的一个超池 实在我们这肯定是不顶了 因为工队不买顺 那画面也不买顺 那这边工队跟画面都在的情况下呢 我们这边这个两头摇啊 就肯定要是放弃了 如果说这边出一个 什么方片的东西的话 我们是顺花双抽 我觉得呢 我们还会去坚持去扛一下 但是呢 面对一个超池 而且工队跟画面都在 那我们这边呢 就选择一个漆牌 那让我们继续啊 来到下一手牌 这把牌的行动线呢 是这样的 枪口选择漆牌之后呢 我们在枪口加1位看牌 有一手AA啊 它终于来了 那我们还是选择一个常规的open 30块钱 那行动一直弃牌 弃牌 弃牌到了小王位的玩家 小王位的玩家呢 是一个法国pro啊 在这边已经待了非常长的时间了 三个月两个月 那这次我来之后呢 还是一直盯着我打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次呢 他在小王位又对我们进行了一个三拜的 他三拜到了一个130 大王弃牌之后呢 行动到了我们 那我们这边呢 是不太喜欢给这个他机会的啊 我们这边还是有位置 虽然说有位置 但还是要做一个4Bit的 那我们想一想之后呢 这4Bit到了一个400块钱 那这边呢 行动啊 是盗回了这个法国pro 那么行动呢 就盗回了法国pro 法国pro呢 这边是陷入了一个思考啊 因为他可能是觉得 我的open频率太频繁了吧 所以说呢 他是逮着我就是一个3B 逮着我就是一个3B啊 那这次我真的有牌 所以呢 想了很久之后呢 也选择了一个正确的器牌 那么也没关系啊 我觉得AA嘛 收点钱就好 总比一桶输一桶枪 那让我们继续啊 来到下一手牌 这本牌的行动线呢 是这样的 行动一直弃牌 弃牌到了lowjack玩家 选择了一个open 30块钱 那highjack选择了跟注之后呢 cut off弃牌 button这边选择 做出来一个3Bit 它3Bit到了130块钱 相当的我们 我们的小猫位 看到了一手圈圈啊 这个情况就非常的复杂了 一个open一个3Bit 然后我们这边位置最差的时候 拿到一个圈圈 我们这边如果冷跟住的话 我们觉得我们圈圈 可能会跟三个人打 或者会被隔离掉 那这边的圈圈 就非常难受了 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这边要做一个 更加激进的一个4Bit 才比较好 如果说被这个5Bit回来 我们就可以 弃掉我们的圈圈嘛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位置 非常难打 那我们这边呢 还是选择了一个4Bit 4Bit到了一个400块钱 那么这边大王气牌之后呢 形容是到了这个 LoJack玩家 LoJack玩家想一想之后啊 是没有选择一个5Bit 也没有选择一个气牌 反而呢 选择了一个紧紧的跟注 哇 这个跟注是非常的强啊 它能open 然后呢 一个冷跟注 一个4Bit 它的牌力真的非常强 如果说我拿AA 我也会这么打 我觉得5Bit的话 我没有价值了 那如果拿AK 我觉得它有可能 还会去做这个5Bit 就是直接去跟你gamble嘛 那所以说呢 我觉得它这个冷跟注 比它5Bit还要吓人啊 它冷跟注这个4Bit之后呢 那Button就选择这个气牌 所以我们跟LoJack玩家 两个人呢 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 勾勾8 两张方片 虽然说我们圈圈是超队啊 但是这个面 我真的不觉得我们赢什么呀 那我们这边呢 想想啊 还是没有选择C出来啊 我们觉得呢 就要空持了 所以说呢 我们在前位 选择了一个过牌 那过牌到了这个LoJack玩家呢 LoJack玩家想了想 也没有选择下注 那么也选择了一个过牌 所以说呢 我们两个人呢 是继续去看一个转牌 转牌 一张红桃A 那这时候呢 行动啊 从我们开始 我们这边是 又被盖了一个帽子啊 已经是非常的 想放弃这个材势了 不想在这个材势里 是多支付一分钱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前位啊 是继续选择了一个过牌 那么行动啊是到了这个LoJack玩家 他呢 想想也选择了一个checkback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呢 去看一个盒牌 那么盒牌呢 是一张草花4啊 终于是一个不关章了 那这时候行动 从我们开始 其实我们心里啊 已经非常的明白了 说对面大概率啊 就是一个KK了 因为说他如果有AK或者AA 那他再转牌 我们连续check两次的话 他在后面是肯定会下注的 或者有勾的情况 他既然也是后面是连check两次 所以我们他的牌力 应该也是个KK 就是说呢 他也是被A盖了帽 他觉得这个A很难受 但是呢 我们这边呢 是非常的想打出来 但是呢 又是很纠结 就是说我们要花多少价钱 能把这个KK打掉 我心里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打呀 那虽然说呢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一个checkback啊 那我们这边是 对面是一个KK啊 那我们这边确实也是独到了 但是就是独到了 但是胆子没那么大呀 也确实这把牌有点遗憾吧 也算是输少了吧 也只输了一个翻前的一个 4Bit 400块 我觉得盒牌这边 我应该下注一个 我接近满持800左右的一个下注啊 就是把他的KK打掉 因为我真的是已经很明确很明确想到他是KK 但是我就是没有敢做出来这个操作 还是有一点有一点 应该当天吧 当天可能也是转的不太好的原因 我觉得如果说顺的话 我可能真的会做出这个操作的 那我们那手牌之后呢 就一直没有牌 大概呢 是有两个多小时左右 都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牌啊 朋友呢 叫我去吃饭 吃完饭回来呢 我们就赶紧迫回来 又打了一个新桌子 那我们看这手牌 枪口选择了limp10块钱 那我们在中卫看牌 有一手22选择了一个跟注补齐 那行动一直到了这个button玩家呢 button玩家鞋选择了一个limp 然后小盲大盲都选择了一个limp 所以说呢 我们五加一起啊 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 四五二两张方片 我们终于是中了一个set啊 那这边呢 小盲选择了一个过牌 大盲下注了一个20块钱 那枪口选择棄牌之后呢 我们这边是没有打扫金车啊 因为怕也挺小的嘛 所以呢 我们选择了一个跟注 准备来探认再做动作啊 我们跟注之后呢 button器牌之后 小盲也选择了一个跟注 所以说呢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一个转牌 那么转牌呢 是一张红刀石 对于这个牌面来说呢 也算是一张白牌了 小盲大盲都选择了一个过牌 先动到了我们 那我们这边呢 当然是要拿一些价值了 所以说呢 我们在一个110的地池里 直接下注了一个接近吧 值得下注90块钱 那么行动呢 是到了这个小盲玩家 小盲玩家想了想之后啊 是直接选择了all in 他直接把他的那个400多块钱啊 直接推了出来 那这边呢 我们是心里是一个暗爽啊 那他推出来之后呢 这个大盲玩家是选择了一个棋牌 那我们这边呢 肯定是一个秒根了 那我们之后呢 这边啊 就是非常的爽 那我们来就看跑马了 那么转牌呢 是一张方片勾 我们这边还挺害怕的 因为怕他是一个买化重的啊 那对面呢 是秀出的一个这个50两队啊 那我们这边秀出我们set2 我们成功呢 把它给消耗了 非常开心啊 终于算是回了不少的血啊 那让我们继续啊 来到下一手牌 行动一直弃牌 弃牌到了小盲玩家 小盲玩家呢是一位中国pro啊 他也是我在不拉州认识的一个朋友吧 算是 那这边呢 这个小盲选择了一个open 30块钱 我们在大盲呢 拿这个勾6红桃 选择了一个防守 两个人呢 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 圈勾6 两张方片 我们运气不错啊 中了一个敌两队 这个时候呢 小盲玩家并没有停车啊 还是选择在一个60地 时限下注了一个40块钱 那么行动到了我们 我们这边肯定是要选择一个瑞斯了 那我们呢 瑞斯到了一个130块钱 行动到了这个小盲位的玩家 小盲就想了想之后呢 还是选择了一个跟注 那么我们两个人呢 去看一个关键的转牌 那么转牌呢 是一张草花7 对于这个牌面来说呢 还是一张白牌 那这时候呢 小盲玩家选择了一个过牌check 行动到了我们 那我们这边呢 还是要继续打的 我们这边想了想呢 是直接准备去打一个满池了 因为这边呢 有很多的这种抽花抽树那种情况啊 而且呢就算对面有一个圈的话 我们也可以讲一个我们在买花的一个故事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想了想还是要选择一个下注的 那这边呢 我们在一个320底池里呢 直接下注了一个 满池多一点点的下注啊 350块钱 也是一个比较这个大的一个下注了 那这边呢 行动到了小盲玩家 小玩家没有选择一个秒气啊 还是限制了一个长时间的思考 但是想想最后呢 还是选择了一个气牌 那么既然也是朋友啊 他也跟我说了啊 他是一个两头摇顺 他是一个K10 那这边呢 说不买我了 不买我了 那我们也是很友好的 也售出了我们的牌啊 我们售出了 我们这边是预计不错啊 中了一个敌党队 那这边也是非常的和谐啊 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啊 毕竟大家都认识吧 那么这一天呢 我们之后啊 是乱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是回了很多很多的水 但是实在是我太累了 我是已经录了十个小时了 我实在是录不下去了 所以后面就没有继续录下去 但是呢 总共最后最后呢 我们全天是一个大起大落 我们刚开始是最多已经输到了 水下2000多块钱 那最后呢 是完全的去回水 最后呢 是水下150块钱 总共这个周五 这个第三天的挑战 是整个十个多小时打下来 是水下150 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疲惫的一个状况 但是也不错啊 因为刚开始输的非常多嘛 我们后来爬过来了 也算是一个 还算不错吧 我们去骂 还有一天的时间 可以继续去追啊 那让我们继续看看我们明天的表现是如何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各位晚安 拜拜